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里我们的三四头门 四头三门 这些假门的呀 谁问的 谁问的 这问题就比较深一点点 所以特别给你写在黑板上 这三四头门有时候就不好解释 什么叫三四头门呢 因为刚才几少很多人 国语听不懂是吗 国语听不懂啊 听不懂人压手 好了 没有关系 什么叫三四头门呢 这有点像一首 这是空四头门 无相四头门 无作四头门 康疯解释门 无相解释门 无作解释门 这经常说是神慧法师 神慧菩萨 这沉慧菩萨在经常这样说 沉慧菩萨是一个真老的菩萨 他说是空是无相是无宙 为三世道门为二 因为我们的唯无绝经 唯无绝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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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因为唯无绝经世是在大菩萨 当绝菩萨的四仙 所以他四仙 四仙就是说 这破片四仙就必要了 这就是破片的意思 这就是疾病 对吧 如果我们的佛教 我们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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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看 这看病佛天 是第一佛天 看病佛天 就是第一佛天 经常这样说 菩萨接近来说 看病佛天 是第一佛天 所以ения 所以她用的佛教 们就这样 找她 缓挚 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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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挚 ían 佛天 え 圖 不敢去,跟我认信都没有人敢。 啊,不敢去就为了请文殊坐立去。 大家都说了一道理由,不敢去! 因为以前,完美一集都并驾过了, 所以 book жibil FemaleGE sempre Jang- 需要擔论 deuts明示 sur立菩萨。 文仁慈离菩萨他就去了, 随着人家得住就对着去门了。 最后,当我经历心生的事情, 最后,文仁慈离菩萨就给他门, 不是说什么是不疑犯门,不恶犯门。 文仁慈离菩萨是否不恶犯门, 身土是否不恶犯门, 子官是否不恶犯门, 当然,很多人都说有三十多个不恶犯门。 基兆就说一句, 他说,空无相无造, 心是不恶犯门, 金基亚真慧菩萨他就这样说, 康建枝,维方杰枝是否不恶犯门。 是否不恶犯门, 是空,是无相,是无宙。 三四门门呢,为二。 那一国香港呢, 康建枝门, 康建枝门,无造枝门, 是否不恶犯门, 他说, 一行一行当然就是弱了。 但是呢, 为什么为本事呢, 他就这样说, 空旨无相, 无相旨无重。 他说,康就无相, 无相就无重了。 他说,我们这枝是枝像, 是非能CTK也", 这是个猝类无枝让 дос偷开的。 要不然就放下这个, 空旨无相, 无相就无重。 咱这世界一切喐类, 世间一切喐的, 由所做而有的。 所以,我们用下腶 reference, 所以呢, 做个不消降space, 要先去设计。 设计这个不消降space的形, 要搭 fois时, 要传什么材料, 要设置一个帽子,要设置一个材料, 来设置机械,来建造一个帽子。 这用不销钢做的就是不销钢杯, 用普通的玻璃杯, 塑膠杯, 如果要保温, 就用不销钢的不销钢杯。 所以用人的心和这些东西, 人工合起来做这个东西。 本来没有就变得有, 有了这个东西有的寿命, 做一个东西就没起来, 没起来就靠起来。 所以一切有违法, 隆重是入门红旁边。 有了这个东西呢, 过了一段时间呢, 它就会坏掉。 用现在的物理化学讲, 叫做活化作用。 用我们的活化讲呢, 就是缓活的,不是实在的。 所以这一切东西, 主化都是空相。 主化都是空相, 都不是真的。 所以空呢, 就无相无相无相。 所以只空无相无相呢, 若空无相无相, 就无心意识, 就无心意识, 就无心意识。 所以一切东西呢, 即是三切东西。 所以一切东西呢, 叫做日不二法门。 即是日不日法门。 嗯, 所以, 一切东西呢, 一起都改双, 所以三改。 一改双门, 就是三改双门。 若以认切经来讲呢, 认切经是, 以八事为行, 七事为玉, 六事结为事。 每两 fim都是グ 一切西事为行, 一切泽经来说, 齐治经来讲, 你讲了我们这, 我们这佛下 都是七副, 这这这是第一性呢, 就就是 filled形, 这所有3。 我們有心,就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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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心意識。 你嚴重這樣說,一塊八一色為心,一塊七一色為意,整六色我們比色深意,整六色都會在色,都會在色。 六得空隧道門,既無八色心。 我們在表面空隧道門,就不特別意識的心,就沒有八色的心。 得無相隧道門,既無七色意。 如果我們在到無相隧道門,就沒有七色的意。 如果無照隧道門,既無前六四, 如果我們在到無相隧道門,就沒有正在表現。 就沒有正在表現。 所以呢,以三父來講呢,聚三話各語。 它是以索伯來講, 我們人有心有意。 那些人有意識的分別都做了。 而這件事就是白人,白人的心。 所以叫做戶,叫做戶,叫做戶。 要是煩惱啦。 我們有煩惱,就要去做戶,做戶,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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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戶。 所以,以三父來講呢,這心意識都不一樣。 那以戶團來說呢,如果對三色托而言呢, 即一話一吾,即一話一吾,即一話一吾。 顧雲,以一色托而言呢,即是三色托而言。 此即呀,本中三色托入不二發門。 可是我呢,以戶團,以戶團來說呢, 一吾都是中國。所以,一開團呢,一齊都開團。 所以三發門,這是一發門,就是完永。 三發門的概率。 所以有人問這本題真親,這是讓人這麼說, 太親民不說,大家聽不懂。 這是學理想,要研究的時候呢,朝來講這個。 如果有人問,我們就拿出來講。 因為我們百事業八百裡面,有解脫三門,有沒有? 師父在說,空解脫門,五線解脫門,五線解脫門,有沒有? 可能一天就拿出來問的。 所以在這問,就要給你解釋一下。 有人這麼問,我們大度很盛行,人死以後,以地藏經和王者結言。 我覺得很可惜,為什麼不足解戀好,引導王者的神是往生極樂呢? 真是一亡一中亡。 台中某個基金會的老師說,人死以後,八個鐘頭內,只要註練佛號,不能開示佛法。 尤其在,尤其在家集市,更沒足夠為王者介紹佛法。 這種知見,我也不以為然。 師父,你的看法如何? 大度,大度,大度是一個地方。 大度,你知道嗎? 好,再來就是大度。 的一位教士人的本聖教。 我女士,很多團隊人都會唸佛。 我們這也一樣。 人死人,大家很喜歡唸佛。 師父,要唸佛、師父也要唸佛。 那師父,人死才不唸佛。 我真不愛。 如果是你跟他念經 我都聽不懂 你念什麼經 我要去聽不懂 建議我都聽不懂 別人要去聽不懂 不要騙死人 我要你講實在 講到潘雲町就是騙死人 不要騙死人 我們要騙死人 得到最大的利益就把他祝練就好了 外人你念得緊我就聽不懂 我失去 你們真的要念經 你們大家的利益 這時候外人你要念 師傅我叫你念看看 看你怎麼念 師傅你一句阿彌陀念錯 你就真好 想要是外人念四節 念無阿彌陀佛 驚心忘煩 念阿彌陀佛就好了 《關無量受精》裡面也這麼講 下品上生 下品中生 下品下生 都要遇到善主事開始 所謂善主事呢 只是你會把它開示火花的 不管是在家或者是持家人 都是善主事 所以呢 不是出家人就是善主事 在家 這個集事呢 有的火花造語很高 能夠開始他往生級的事呢 就是他的善主事啦 什麼是善主事 能夠令眾生得到利益 能夠往生級的事 就是大善主事 因為我們人死了 萬苦交絕的時候呢 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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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呢 苦不可言 有時候呢 會恐懼 嚇到兩人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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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了一切一切 誒 孫甘主事 接著關懷 臨終關懷 看了什麼樣子 死死不去 往往往來 以前台灣那裡痛苦那裡照 怕 怕 晚上夠過不了 這時候呢 我們人要來搶我們來搶去 啊 給人家做過輿 給人家過輛過輿 給人家過輛過輿 和人家過輿 我们圆灵连舍的对象都没有圣子 我们去给人家祝恋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都没有信仿 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有信仿 所以对象大部分都是没有信仿 也没有过一也没有认过阿弥陀佛 你不做他的善之事他怎么办呢 你想 一定到他善恶道里面就受苦 所以我们是否仁者要慈悲 关怀 自恋都要做 我们这个时候就把他关怀 把一些不但把这个人归于 连他的冤亲债主都把他归于 这是死了 死了很多冤亲债主要来拉他 要来报仇的 有命要讨命的 有债要讨债的 你全部都把他归于 你全部都把他归于 连这个死人连他家庭的人啊 家属啊 甚至于这些冤亲的鬼魂啊 全部都把他归于 把他教他们话事弘事业 我们去出院就是有这些意思呢 我们都做了 尤其是吃车后的 尤其是出车后的 出车后都是鬼魂啊 拉他去出车后的 不是怎么样去出车后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 所以人死了呢 不管是八个小时以内 四十九天以内 练得很有效果 虚弹高价 那点都叫我好过 就是把这个尸体呢 画啦 进塔啦 剩下一个牌位 这样呢四十九天以内 练得很好 就是往生一年两年啊 三年五年一百年啊 你现在想到要把他做练 还是可以往生 就是都在地里面受苦啦 在地里面呢 在那边受苦啦 你现在把他练呢 他还是会往生 啊 这样 嗯 师傅说一个练声声 让人听啊 首先要讲台湾话 哈哈 你可能听不懂啊 因为这个师傅想台湾 他们听得懂啊 因为这个师傅想台湾 他们听得懂啊 咱这里有一个联友啊 叫做黄圣华祭司 他就叫做黄圣华祭司 他就叫做狗圣华祭司 他叫蛊子 他就叫他奸 下山大湾 他就叫蛊子 他叫蛊子 他就叫蛊子 他就叫蛊子 他就叶自己 他就叫蛊子 他叫蛊子 他就叫蛊子 他老爸叫阿姨叫骨功 他叫骨功啊 叫阿弥陀佛去戳掉了 他叫阿弥陀佛去戳掉了 他叫四万三圣戳掉了 这样讲你听得懂吗 他说他的教官 给四万三圣给阿弥陀佛带走了 到了第七天 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在南下睡觉时 骨功啊 他说我掇你来戳掉了 他说你去戳掉了 他说你不管我去戳掉了 你说你戳掉了 我说你戳掉了 他说你戳掉了 我说戳掉了 他说戳掉了 他说戳掉了 他说能够死去戳掉了 我帳到你戳掉了 我帳到我戳掉了 那我心就在地上去 地上说 五头飞出了 牛头马面 你看到地上说 我会怕那牛头马面 我会怕 他说你不要怕 那五头飞出了 看到在地上去 顶礼 我怕去地上 怕去去 我看了 真正 我心肝 斩頭 刀柳刀掛刀 摩鋼条 真有钉 杜善减手 都真正 他看到他怕 他讲得丟了 他到这里讲给我听 很多他都没有讲到 我说你有没有看到 真有钉 他没有说到真有钉 你看到金油店有没有 他说有哦 牛头马面很快 这样一抓就一百多个人 放在油锅里面让你炸 他说那一个 一面一面百岁的人 放在油店里面 好像金油条那样 炸油条一样 这就看一看 看他酒瓦 人摆酒瓦底的鸣 鸣的鸣血都流流出来 变腐 他说他说他说 哎呀 什么都讲 他都把这个人的心破开来 身体破开来 把那个心挖出来 丢到地上的人踩 他说师傅啊 牛头马面很快 他说很多哦 哎呀 最后 他就看那山 呼 两边都是很高的山 都是很陡 山臂 然后山臂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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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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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到自己拼击中一个 用一个手的用起来 那些人就在乌鱼家里唱这个了 他说你们家里和你们俩妈妈 你们可以去记录世界 要用一个 往生极乐世界了 所以都在地域里面 家里的人本来还是会往生极乐世界 这些活着真是太匆别了 大家要相信 所以我们忍死了 一定要把它练阿弥陀佛 一定要把它开释 所以吃的大生死不知道 我不是说我能死 我能死 这些年约都来跟我念仆就好 我没有给你们跟他们念经 四十九天都给我念阿弥陀佛 我就很欢喜 我来记得少爷 我来回到祖宁 我想难以忍言 我如果死去 我如果大生死去 我如果死去 我就唱《本人师》让我开始 我都不想保安师给我黏金 我不要黏金 因为我黏金黏金我听不懂 黏金有功德 但是不是王生的正因 不是往生的正因 往生的正因是要练脑才是往生的正因 第十八因这么讲 好了 解释得太详细了 两个人就解释半个钟头 有人这么问 打胎必斗阿比第一 患五逆十二 这些大恶能够解教 一般这么讲 杀生呢 这个罪都很重 杀昆虫 杀畜生类 罪就很重了 何况是杀人 斗胎就是杀人 这个罪呢 当然就是十二之一 十二之一 有人问什么叫做五逆十二 有人这么问的样子 好像也有个人问这个 在这里顺便给你们解答 什么叫做五逆呢 杀护杀母 杀护杀母 是杀阿罗汉 杀阿罗汉 噗火化身 这个叫做五逆罪 其中最重的呢 就是扑火化身 朔湖赛母 出阙心肝 再来呢,三路恰,破乎恰情 破乎恰 这功劲来的也相当的破乎恰 我们的破乎恰情 人家的经团来的,规定在那些小型 啊,你敢杀一郎 人家的经团刷刷 人家的经团刷刷刷刷 没得到那些小型,这个破乎恰情 可比说 家里有一个地方,破乎恰 破乎恰,破乎恰恰 家里,破乎恰恰 这些小型人在那些小型 很多小型人不知道死我了 就要把他缠死了 要缠死,只是在那边跟他缴 你时要缴,晚上要缴 他说,幼儿有很多 你缴缴,他要缴 这些小型人都缴 说七百十个车给他没有 结果七百十个车给他 中间缴缴 但是这个破乎好 这种罪已经大 所以呢 我们在这些时候都要赞亚 但这种 这无论呢 以前才说,这种可以做到 eches忽孜孜孜孜孜孜 虽然是最后呢 但是 谁没有 七百十个 dzisiaj 虽然是回去ETH 才是不可能 这个伤心病横的人 他看的 家里加上他们 他没有心中开笑 这些小型人 我看的 情面看到 所有人人时 痛感나 valu 、 那麽人拿錢給亂途 都能夠用錢打死 含自己的孝順 就拿錢給亂逝 那為了要捏薄陷 今天是看著破死癮 這是世間的法度破死癮 在地上就在康 信仰就在康 这是幸福的事情 在地上就是无量之康 所以对他呢 重要是一个信仰之一 无论就是这样讲过 就是无论 毁宝进化 和所说的就是进化 我们都不能够毁宝 你可以承认你的慌门 要赞叹办的慌门 对这时候说过 有毁宝不是毁宝 两间有两间的公爹 但是不是王先生的真意 你们听得懂吗 我们这经 这是进化的政策 这经呢 这是活该要如何受限 一本经有一个犯网 有的一本经是跪了十的犯网 有的跪了八的犯网 只有发阳经在里面 跪了七个犯网 哇 在床而已 要讲这本经的意思 举起来受限 不是毁宝念 虽然念经 还是无品地址 未来的一条 无品地址 不要生了 没时间了 那一条 但是呢 这都在主力的受限 主力的受限 你看经 要知道这本经 这经就让我们看 看不见这本经 意思是起来受限 说你看金光经 这金光经都说空性 你要听这空性 我们要念那些人 你听这空性 就你 起来用空性的 念阿弥就好 这也是真书性 那你念那本 就念一念也不知道 我这本经的光线 念一四人也不知道 他在意义做造成 经相合作 我们的经 就是有云 就是药荒 讲这本经的意思 给他使用 叫做药药 这个光线呢 药药就是说 药药 重要的 你要讲药药 去抢药 吃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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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药药药 吃药药药 吃药药药药药药药 吃药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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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這我來吃,靠我來吃,我喝這醬油鍋就好了 喝這醬油鍋就好了,喝這醬油鍋也不好 醬油不吃,只喝油鍋要來好 這樣大家聽不聽不懂 我喝驚就是喝油鍋 將這醬油鍋拿來,鐵油喝下去 將這本驚的意思拿來收興 這樣就吃油了 這樣大家聽不聽不懂 這樣鼻子,你聽得有了 看你吃油鍋要喝油鍋,油鍋就喝了 這次,沒有做到的人 沒有做到的人,沒有做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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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做到的人 aru feel a little bit 你吃油鍋 沒有做到的人 沒有做到的人 對,不吃油鍋 都沒有做到的人 他要來做到的人 就可以做到的人 跟他一起做到的人 臣臣臣臣臣伟臣臣化國內致十年 日不生日不死 closing back 為利安的回憑征法 四十八臺灣有兩十八 Wenn es nur 並非 結這兩句而已 政寺府來臣也這麼說 所以第四八院里面呢 有维持文明毁谤政法 成就文里面也是这么讲 所以手指的呢 就是这个愿文 手指的就是这个愿文 所以你绝对不可以 人在念一个人 你不想说你念的要唱什么 那只念不到的翁姓 那么简单 你绝对不要说这个愿文 说这个愿文就是毁谤政法 这样知道吗 有的人不是这样说 是把愿文的人也这么说 没有新闻也这么说 我也不听人 别人来说没有结婚书也这么说 这困人毁谤政法 叫做愿文这么慈悲 也没有办法度力 所以练佛法门啊 就是靠阿弥陀佛的力量 往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你已经做到对胎了 这些是愿文的效果了 所以说 赶快忍悔 赶快练佛 赶快练佛 佛还是顿你到几月世界去 《无量寿经》里面这么讲 最后面呢 最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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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罪货 不信货的有信罪货 不信货是有信罪货 这困人呢 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呢 叫做太圣 不是莲花花生 太圣啊 就是生在宫殿里面 五百年不信货 五百年呢 不信货花 五百年呢 不信货花 啊 天佳菩萨 那一句话说话 叫做太圣 所以我们五十节以来 我们五十节以来呢 什么罪我们就造过了 五年十二 那我们就造了啦 我们在地域里面 不晓得受了好几万遍的苦了啦 都在地域里面 不晓得 都在好几十万遍啦 啊 那不可几次啦 那怎么办呢 我们今生能够练好 我们就多多了啦 所以呢 你就信活 就不要再害怕 啊 但是不要 有人要逗胎 你要欠他不要逗胎 啊 嗯 这个 跟我们有一年 他才会在这里来 投胎转世 所以 师父以前有讲过一个 真实的故事给你们听 啊 他在胎里面 妈妈决定要把他拿掉 一个礼拜要把他拿掉 他妈妈晚上啊 一个礼拜里面都造同样的梦 妈妈请你留住我好不好 不行 妈妈请你留住我好不好 不行 问了三生妈妈都说不行 这个境界都没有了 到了第七天 他不让他妈妈回来 妈妈我会很乖 跟两位姐姐不同 结果妈妈就没有给他逗胎 生出来 他妈妈怕生了女孩 因为生了两胎都是女孩 第三胎是女孩 他就怕了 他想要拿掉了 结果呢 他以为说 跟两位姐姐不同 那一定是男孩 结果就把他生出来 你看 逗胎不好 他会叫妈妈不要给他拿掉 你看 何堂原有西方三圣 你改一何像 黄金色也很庄严 的何像 适合如法 请书开始 这个我们何堂啊 后面的背景 你可以用西方三圣像 后面的背景 画的都可以 你现在啊 我们这 西方三圣像 有很多路 很多困 很多困 很多班 你自己去选择 这些护胎流动出来 有很多 后面 背景那些 普通民间的信仑呢 都冲一个观念策 对吧 你都给他拿掉 后面跟西方三圣 那你出来 头上哪里要采佛做 你先去采 采佛祖才去采 采佛祖才去采 那如果没有 只在西方三圣像 你去采佛祖的 你去采佛祖也好 要采佛祖就有很多力 有很多力 但是要采佛菩萨 不要采死 那如果有时呢 该观念策子会怎么办 你三天五天还是一周 有很多力 英诊不受人都会讲。 共产党在关心菩萨来做主。 来做主。 对主某某,对主某某。 那三天,那五天,那一天, 我这个心等会开始活动。 英诊不受人都会讲。 你如果说三天,就第三天, 哪里有活,哪里有活,哪里有活, 哪里有活,哪里有活, 不是什么三天,叮叮咖看的, 好的生 wink . 那你应该会参照花页, 看都是齐仅中的活很好。 方月征,侠太 cały三肢不需去, 就是在有活招中了到监制。 《健康杂志》, 看一篇文,有关洋葱, 他说, 經濟健康十字台地說,有關的雍腸,會在很多人生病, 疲疼,同樣的,在過程中,會在很多人生病。 我們吃菜人,不是吃菜人,我們是泡酒,我們沒有吃菜人也沒有吃酒, 這都是無解采的。 這都是吃菜人,這都是無心,都不能吃,都不能吃酒, 吃酒是無解采的。 不說吃酒就不會死啦,你吃到桌子也會死啦, 一些洋蔥都吃了也會死啦,不用怕死,死要來阿彌陀佛。 身體是要照顧,要怎麼才會用,拜佛念佛才會用。 阿彌陀佛是無念受啦,要報你幾十年都很簡單啦, 你吃藥也會死啦,不是不死啦。 醫生他自己都在看人的病啦,他自己也會死啦, 阿彌陀佛比較久了。 阿彌陀佛十三月以後,他自己很成熟,阿彌陀佛比較久了, 不用怕死。 三個月,三個月,兩個月,一個月, 要念佛來死呢,也不算九歲啦。 要求教室就無念受啦。 吃到一百歲,要念佛啦,也不算一百歲啦。 一百歲而已,要算什麼,教室就無念受啦。 所以不用想想吃啦,吃蔥啊,吃什麼啊,吃酒, 給你吃一百歲也不算一百歲啦。 這樣知道嗎? 講我掌醉了五分鐘,一開始問是什麼呢? 是不是在說這個? 說叫我殺到五百歲,是不是說 阿彌陀佛啦,我叫什麼人啊? 可能是那樣子啊,就說就好啦。 我方便想殺了幾個月,說一說而已, 殺了還有時間。 佛弟者,成孝瑩呢 ,成孝瑩, 他們說一具蜜土啊包括宇宙萬華, 其一切善行。 用证言法师这么讲 他说一句密头 包括宇宙万法及一切善行 炼火要炼出火心 为己心 世民真炼火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云合一句密头 包括宇宙万法及一切善行 有一本经 有一本经 有一本教证 何说阿弥陀佛根本秘密神仲经 我一本这本经 我用高语练一遍给你们听一听 阿弥陀佛名号既主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甚深秘密 殊胜为妙 无上功德 所以这和阿弥陀佛三日中 有十方三世一切之佛 一切之菩萨 生闻阿罗汉 一切诸今 托罗尼咒 无量行法 无量行法 不只是善法 无量行法 书故彼佛名号 既是为无上真实 自己大圣神法 既是为无上 殊胜为妙 托罗尼 托罗尼 这是重 而说既也 阿日十方三世佛 明日一切之菩萨 佛日八万之圣教 三日之中是祭祖 舍利佛 若有众生 闻受阿弥陀佛 不可施意功德 欢喜踊跃 自行成恋 深信不屑 以现在生 受无比乐 后转贫贱 后得富贵 后得狗 免数月首追 病患之苦 后转短命 得受延长 后冤家变恨 然后得住身繁荣 身心安乐 如意满直 如事功德 不可称计 听得懂吗 有没有 你看 我用单来念一遍 大家听 阿弥陀佛的名字 既既既无量无变 不可属于深深 必必 寿生未妙无相的功德 所以就好 阿弥陀佛呢 三日之中呢 有十方三世一切祝福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祝福 一切祝菩萨 生闻阿弥陀佛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 不但念十方三世 还念所有菩萨 所有生闻阿弥陀佛 一切祝经 你一本一经一本一经 念我 要念我平时啦 那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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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念阿弥陀佛呢 就是念一切经 一切经我一佛讲的 佛叫做法王 叫做经王 所以这经呢 你一本一本念 很困难 那佛叫做法王 心情要祝祝 请问我的心情 有没有 有一个 有拜一个这个吗 有 这祝祝啊 祝祝啊就是透露你 透露你 叫做祝祝 这祝祝呢 简单说 这事经上来的 简单说呢 就是法的祝祝 这是余的祝祝 法的祝祝 余的祝祝 祝的祝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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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人祝祝呢 包括一切祝祝 所有的经都是佛祝 所有的祝祝 我们是四人 只看不见就看不见 佛说你会想 阿弥陀佛呢 阿弥陀佛知道 我们是罕门 还有生命真帝 什么叫做祝祝 祝祝 所有的经祝祝不忘 祝祝不忘哦 所以当年都要拜啊 特洪京也会做功的啊 会做的感觉 没出够 特洪京说的很厉害的 讲头说 我从人讲到过 都很厉害的 你看得万怀万事 但我们看到也看不见了 要怎么办呢 阿弥陀佛知道 现在我们很慢 他将所谓的祝祝不忘 放到阿弥陀佛的名字 头上 会想给他一个众生 你若来念我阿弥陀佛的名字 定会念所有的经 这样大家听不懂 卖郑 买儿的时言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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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本来的意思 有些人念经念死人,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了。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是要受性的。 所以让他知道,讲每一本经的意思是奇迹不毛, 而放在阿弥陀的名字里,你们两个名字就是每一本的意思, 隆重的通胆。 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切的意思。 你知道吗? 过来有些人很爱吃酒,酒的种情。 所以什么的酒呢? 主佛菩萨的相平,不用说算算出来的。 这酒呢,这吃的酒, 你讲什么的酒吃一不毛。 这酒呢,不是只有吃一不毛而已。 这酒的三米合鱼, 生口鱼三米合鱼,吃三十万倍。 这样,你吃的就好了。 这酒呢,有它的威力和它的功德。 这酒呢,是佛菩萨。 在他的心中,秘密地说出来。 但是你要吃到感应呢, 身口鱼三米合鱼,吃三十万倍。 这样,你吃出来的酒呢,就会很灵感。 你看,坦和容易,三十万倍。 三十万倍,身口鱼三米合鱼, 身体要吃,小要吃,手印。 每一个咒有咒的手印。 口呢,要把这个咒练得很成熟, 一直把它练出来。 心要做观想,每一个咒都有咒的种子日。 好比说大倍咒,那个日就是大倍咒的种子日。 要结莲花印,可以结莲花印。 你嘴巴呢,要大倍咒一直把它练出来。 所以师傅厨大倍咒说,要结这个印有没有。 这个关系,不是结而已,还要关系。 结这个叫做灵花印。 那么后来,等下来,咬下来,咬下来,咬下来, 所以一直练活。 练活久了,三十万倍。 三十万倍,你吃出来呢,就有灵感了。 要怎么样呢,要安装念才的? 要练出火星的位置心, 要练出火。 我们念这一段心,就要念好的心。 我们的拜,四十八拜,都要给你们读到的。 主佛如来是花这心, 骗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只修过你等心想合你 will be at the Claro. 身心即时三十二,想パ'll see,随身好。 是幸死鬼,私心 opposed。 幸死鬼,私心是好。 主佛正联志来重新响生, 然后你等重生应当一心洗脸. 正如是子然七十万倍的中心主到. 是說你點心相合是 心這是三十三八十歲 是心走合是心四合 除了正騙在那種心相相 是說你點應當一心下念 這官武人修經 官武人修經裡面就這樣說 說自以來是發改心 騙別一切所在 發改心就騙別一切所在 阿拉麵怎麼跟他相應呢 騙別一切所在心相表 我們心跟他念和他心 他就是為我們的心相之中 是說你點心心合是 時心才是三十八十歲以後 所以三十八十歲以後就是合得像嘛 當我們心那心有合得像 我們這點心就是三十八十歲以後就是合得心 時心走合是心四合 你如果念你這點心就走合得心 就是合得心 所以政騙你要講心相前 政騙要是合得地毀 都要來的呢 對心相來的 是說認定應當一心悉念 所以大家應當一心念阿彌陀佛 讓大家聽到嗎 阿彌陀佛 那你本來是講這點心 都是在貪金七萬語 這些貪金七萬語呢 就叫做貝結合成 貝結合成 貝結合成 跟結合成 跟結合為貝 跟外面的這個 六成呢 相結合在一起 就叫做緩惱心 我們就六道文會 那把這個心換過來 練好 當下這點心就叫做佛學 當下這點心呢 即是三十二相八十歲心好 所以眾生練好 火在眾生的心中 火練眾生呢 眾生都在火的心內 如此三十二不相舍離 四個名為青零年 昨天就跟你們講過 心敗何時會堅持 靠心何時會聞起 心靈何時會提起 心靈何時會提起 眾生心靠一三個 念我好嗎 心靈何時會念眾生 二十三個不相舍離 四個名為青零年 身敗何時會見知 口稱何時會知知 心念何時會聞知 眾生練好 眾生心口越三越練好 何的心口越練眾生 所以心口越不相舍離 四個名為青零年 所以呢 我們念佛就是佛學 你們不要怕 不要怕說 誒 為什麼這是 講佛學的心 要變我的心 你念就變你的心了 嗯 佛學的心就變你的心 師父你說 歸一火不到第一 歸一火不到二鬼 歸一身不到畜生 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師父 師父道安莫學想請師父 跟我們說說 師父你的出家一年跟隨火歷程 謝謝 哦 這個講來很久的時間 師父莫學想跟隨你出家 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你現在要不要收土地 看清楚 我還沒收土地的 啊 這個廚房 這個廚房 啊 這個廚房 啊 這個廚房 你這個廚房 跳得好 再找師父出家可以 師父呢 還沒收土地 但是希望你們大家都能做到土地 生死的啦 教你們如何獎金 如果深入金帳 如果一天到晚怎麼消心 絕對給你們一聲 學不完的啦 這不是吹牛的啦 真的讓你們學不完 那個 師父啊 四十一歲才信到佛華 十一歲 啊 比你們老哦 哎 很可憐哦 四十一歲聞到佛華 五十三歲才出家 七老八老才出家哦 哈哈哈哈 哎 所以呢 跟不上你們哦 你們現在就想出家很好 把這個心呢 啊 永遠放在心上 求我佛陀加倍 讓我出家一年早日成熟 我要跟電話就出家 這樣講 啊 你們再出家就出場 好好用功 好好用功 以後有人問 人家 教你們 請問師父 每天的三百拜 在家要怎麼羞恥 要跟在聯社一樣 四點半開始算嗎 但要工作又有家庭 要如何拜到三百拜 看到忙著穿衣 跟一般人一樣 夢看到 看到王者穿衣 跟一般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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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看到 這個三百拜啊 很容易拜 四五拜得很慢 一個半鐘頭 半個鐘頭可以拜一百拜 一個半鐘頭就可以拜到三百拜 拜快的人呢 可能一個鐘頭就可以拜到三百拜 但是不要拜得太快啦 年輕人是沒有關係啦 像師父年紀這麼大呢 半個鐘頭來拜呢 我覺得很恰當啦 嗯 師父啦 最多一天要拜四千拜 一天拜到四千拜 四千多拜 最多的拜四千多拜 八支香以外 一天拜四千多拜 八支香以外 八支香以外 以前啊 跟那個祖雲法師啊 他經經和起 他規定呢 八支香以外要一千拜 嗯 啊 我說 嘿 你把它試試看哦 拜到最後呢 最後那幾天呢 一天都拜四千多拜 八支香以外 就拜四千多拜 一個禮拜下來呢 拜了兩萬多拜 哈哈哈哈 平均呢 一天就三千拜以上 啊 那個時候給他看呢 一百拜十三分钟 十三分 拜到三百拜的时候 一口气就可以拜到三百拜 拜到三百拜的时候 就轻飘飘了 就好像没有身体一样 很出胜很出胜 你们就去拜一拜看 一天是不是曾经拜过四千多拜 所以一天三百拜 不怪在耳边 人家说不怪在耳边 感觉很简单 你们要把整整一拜看看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人家改革的料理事要结婚了 一天要三千拜 八十多岁了 一天要三千拜